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喷的 喷的很厉害 那需要不需要试一下 不是 只要你的节目做完一晚没用 一开球要让我喷 你现在做完喷 喷你干嘛 喷你 要有对象 你不是搞我 我不搞男人 只要大家最恨这些东西 附近这么多 对面两条街 都还有些 刘银 试一下吧 可以包交 包交给大家 不过是这样 现在就是 踢着 澳洲 世界杯亚洲区 第三轮十八强 澳洲主场对着中国 暂时 八十几分钟 二比一 在澳洲就领先 我穿一下这些照片 都挺好笑的 是 他中国队 未讲 可能我们讲完都应该就提完的了 未讲最终结果局之前 首先 中国队的刘洋 这个位 他说 为什么中国卓协不包机呢 然后 坐了十六个小时 我不知道为什么由大陆 坐到澳洲 要坐十六个小时机 那么长 比香港更长 去扭约 好了 第二 他说全程 有个孩子在那里哭 我睡不到 我们又不是坐头胆 不是商务客位 再出第二章 在那里伸 结果呢 他这件事呢 整集网民吊死他 他说第一 你踢一块屎出来 对日本输七个 主场对沙特 人家晨祖 人家晨祖 打了小国 再把乌笼 后来被人输回 一比二 还要踢到几分钟 个个都抽筋他 差不多 沙特踢小国不抽筋 你整群人 踢多一个都不停抽筋 你还想有包机 还想坐 商务客位 经济客位都不要给你 不要解散 退国足 要浪费 要浪费 这群人 忍给人家 是不是想买帽 找藉口 先想 这群人 这群人 要找到长浅 自己不更新 就行了 这群人 都不会低薪 这群人 你怎么看中国队 现在表现 没办法 你记住 你央视又不肯直播了 都是给爱奇艺 没所谓 没所谓 中国有几个东西要真心说 首先 法兰迪 李铁是不是打靶 是啊 法兰迪 如果是 中国足球有望 为什么 打靶李铁会有望 因为 原来 原来你踢假球都有个成本 以后做球就贵点 奇怪 假球都比现在这队好 没办法 你记住 以前都是买位 就是买骨灰 买位才能踢到 但是已经公布了 是有这件事 对不对 这队中国国家都我说过了 是我历史上 我见到中国国家 这队最糟糕事 最糟糕 这群人 我老实说 你找个球 你说可能有张玉玲 有入职球球员 阿兰 费兰多 你了 什么费兰 蒋光泰 你了 是费兹的费兰道 那一条 就是你记住 第一 这个教练 你选这个教练 你全都打他 这个教练 李铁玉玲在钟超教了很多年 他明白中国的足球 他明白的 伊云高维 他明白中国足球是什么 你过去 他一定会 但是 你怎么知道中国足球有个字 外国足球没有 他的球员叫球霸 那些人 你怎么 有没有专心 专心搞呢 第二 我有帮球员说过说话 喂 几年了整一架 你没有拘捕所有领导去 你不是坐监 就是打巴 几年有一架 中国足球有没有停过 不拘捕人 你有没有试过停 中国足球有没有停过 没有黑哨 没有假球 你不要这么说 全世界都有 没有造假 全世界都有 特别多 真正拉乱多得对波 就是祖云达斯 电话门 你一句话一句 但是 喂 中国足球 早期踢架的时候的表现 都比你踢架的表现 都比你踢架的表现 现在你可不可以 中国足球的状态 就是几年拘捕了你把红衣 拘捕了 喂 拘捕了你 做事 要不然就打了 全部独产007 就算你铁掌水上飘 你可不可以 飞翔天 我拿个炸 你可不可以 他去拍片 拍道歉片 到底没用 可不可以 你现在理铁 搞这么长时间 究竟蹲定不蹲 蹲定打靶 你要做事 因为理铁 你现在对上 中国足球 几年就因为理铁 搞搞震 昨天说 现在理铁出来搞 那我不想知道 是不是 你现在没办法 现在我们 踢世界一本 就太奢侈了 可能第二天 世界一本去到1808代 就像梁先生 梁先生好汉 那样 都未必得 现在问题 有点 到时输了什么 给菲律宾 越南 那时我来说 让路 足球 足球 有让路 但你明不明白 今次 选这班 我一看 以我 若若一 一认识 中国足球 我说不是 中国足球轮延到 你选民 李源一 这些很耐心 我心目中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喂 喂 你选这些球员 喂 中国足球没有很高 以前就算你选你 你怎么选 你选择 郑智 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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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要选择 你选择 那是人家招 一招 那是人家招 那是人家招 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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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选择 又不选择 对不起 现在你明明 中国足球就是这样 而且中国足球又没劲 招 你选择 你选择 对不起 我經常覺得就算你換什麼教練都不行 以前那些,喂,立比啊 都好一點,立比都好 那些不是一級嗎? 都好一點 最好的一等一鏡都嫁不到 你現在整個中國的足球文化不行 你那個文化,中國的足球就是 誰來都死了 即是你怎樣教,怎樣的清分 屌你,誰都知道清分做起,但是清分屌你 那些清分,大哥,有沒有聽那些說 你想我陪陪你的兒子就行 你是他的媽媽,今晚陪下我 是啊 啊,這個,利是大一點,踢球 連他球踢不起來,不怕,做隊長 是這樣的選人 當然是這樣的,因為,為什麼 即是這個,你一定要吵周星馳 因為我們永遠記得 吵你老母,少林足球第一幕 你老母就是黑哨,不加橙,黃金左腳 吵你老母是,原來是沒有的 一張支票就可以買通你 吵你老母,這個少林足球是這樣的 那中國足球那個,吵你有沒有現實狀況 是不是 吵你老母,其實上足球 就不能上得 即是中國不能上得 不是,但他最好是一陣子 那些失入籍兵 那有些後來又回到他 不是,你沒有錢嘛 死窮軌,那你死窮軌 是不是 然後又,即是 當前面經濟差的時候 那些球 各個都倒閉 是不是 各個不搞 那你沒有地產球隊先 現在 現在大部分都是國營的嘛 山東老能 上海新花 北京國安 即大部分都是國營的足球 即是不會 即是沒有貨極有限的 但是呢,好冷有貨就不可以 但即是以前好冷有貨 恆大現在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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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貨 即是你現在沒有貨 沒有地產 每三年拉一群人,每三年拉一群人 支持我買開位的,大哥 我買開位你老母臭,我又拉? 這麼大的鑊吧,我正在供公屋的 我又沒得踢 這個呢,就是中國足球最大的問題 沒辦法的,我們中國,沒辦法了 去到尾,去到尾 你也是,只有體字 澳洲足球都不行 澳洲不行,沒辦法,清昂不哲 每個地方呢,都一定會經歷這些事情 不過人家鬼佬的心態可能好一點 喂,但人家亞洲很多隊伯,你看泰國,你看 人家很多入籍兵,上次菲律賓,關島等等 全部都是中暴的 喂,那香港都厲害了 厲害了,但是你怎樣鋪排 但是你明白,就是這個中國足球 喂,大哥,我都跟了幾十年了 喂,屌你老母臭 我不知道,有幾十年了 我真的,喂,大哥,我真的沒聽過 屌你沒停過 隔幾年就拉過,隔幾年就拉過 因為他連年都造假 屌你,有本最唱詩的書叫做 《中國足球黑幕》 屌你老母,那本東西 這麼厚,你說幾十年了 你去深圳 大家如果上去深圳 我不知道有沒有得賣 我都有一本這麼厚的 屌你老母,是吧 你說這麼厚的 我也是一本,黃色封面 這麼厚的,你說幾厚的 沒有啦 所以大家,中國足球呢 你們說買對面的,不妨礙你 不過,你知道,你們除非賭外圍 如果賭外圍,你買馬會 我們看這場 不過這場都是厲害的,你看 就是不賭啦 他那時候,轉賭費貴 外圍是陷入多些錢 他屌疾你,搞亂個市場 哪有多錢,人家就受誰 央視又免得,買這麼多錢 又踢到整個市 不是,央視又不做 但你得罪央視,央視做夠你的 那外圍,勢力都不小 再看一張 這張,原本這場 澳洲人1.08 但顧洲人2球2球半 我吃了三個都可以 你看賠率,1.08和18倍 是 但結果,現在暫時都是 2比1啦 是 幾分鐘來的 我這裡看到 90 差不多啦 是 90分鐘2比1啦 那對於中國足球來說 今天都相當之開心 因為都輸一球而已 是 算是這樣,你還想怎樣 小米,你平時說馬 好像見,最近你說要 要大家幫幫忙 不是,為什麼呢 由於我的業主 現在我便宜租金給我的 現在有人 跟他簽個長約租去那裡 變成我小米樂園要搬 搬 搬就沒辦法了 你搬,你哪裡找到地方 一下子要找的地方 原來很貴 所以沒辦法 你知道,我很多想訪問人 如果你要人在街上訪問 人家不肯屌你 是 因為我訪問得度高人 所以呢 前幾天出了一個Pose 希望呢 如果有沒有那些人 我試著眾籌 希望重建小米樂園 喂,那眾籌要去哪裏 去小米樂園 去小米樂園 那裏會有那些資料 即是小米樂園到Youtube頻道 對,Youtube頻道 即是大家打小米樂園 是的 即是你先訂閱波 先訂閱 先 即是如果你覺得我這些對聽的 那你們就捐些錢 讓我可以重建一個 好像一個off 即是一個錄音室 那我可以請很多嘉賓 可以叫康正過來 叫很多我認識的人 即是我自問 你3比1 啊 3比1 我這裏還沒做到 我這裏還沒做到 3比1 我慢一點 看他們看 他這裏 他開波之前 然後轉 讓兩顆 即是 他沒有輸 即是和波 如果3比1 就沒有 喂,如果你問 讓兩球 讓兩球 走本 沒有錢贏 不,他繼續說 即是把小米樂園 先訂閱了 訂閱了 然後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節目適合 就希望大家拍攏檔 捐少許錢 課金少許 希望能夠出 3比1 你不要這麼激動 3比1 那就希望能夠 好,3比1 你贏很多次了 那就希望大家支持 是吧 網台從來難做的 嗯 即是 從來都網台難做 3比1 是 打完了吧 還有1、2分鐘 今天很感謝 小米樂園 不走 都放了小米樂園 是呀,在這裡 大哥覺得 他說話對聽 是 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多多訂閱 多多訂閱 你只要來全香港最受歡迎的 啤梨頻道 就來 叫做 宣傳宣傳 你知道這些地方很難上 我們老友來 當時你帶我去廣播 不要這麼說 英雄的網民出處 有時是達者為先的 是 這個都是 你有能力才能夠做到今天 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很難 很難 很難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訂閱 好嗎 好 今天節目我做到這裡 好嗎 OK 謝謝